花蓮市公所日前舉辦老幼共學活動 邀請民生社區長者以及名利富幼 彩虹般的學童一起到花蓮市 浩克會館 聽客語故事 動手DIY 市長魏家燕表示 影影高齡化以及少子化的問題 公所未來會持續推動老幼共學的環境 鼓勵長者走出戶外 與孩童一起快樂學習成長 民生社區的長輩們 與名利富幼彩虹般的小朋友們 50多人在日前一同前往 花蓮市浩克會館 除了參觀聆聽客家故事 還動手DIY 發揮無限創意 製作出獨一無二的徽章 讓大小朋友都好開心 長輩們都好高興 能夠有戶外的課程 然後來認識這邊客家的文化會館 讓我們來知道說 究竟有這麼美的地方 好好的來 以後有機會 我們也期待能夠常常來 在這花蓮市公所 為了因應高齡化與少子化的問題 在日前所舉辦的老幼共學活動 希望鼓勵更多長者走出戶外 與孩童一起學習快樂成長 那也期盼 我們老幼共學是我們長期要 必須要經營下去的一個部分 因為少子化的原因 那也希望說長輩能夠陪著孩子們 一起來學習 那除了學習之外 也分享一些生活上的經驗給我們孩子們知道 那今天也很感謝我們的老師 民旅富裕的老師 還有民生社區的所有的長輩 活動中小朋友也認識到人體老化的過程 並學習對他人的關懷與付出 也促進了長輩的身心健康 更達到社區老幼共學的共融目標 而公所未來也會持續推動 更多老幼共學的環境 來拉近彼此距離 記者徐立琴華臨時報道